为何03版一天屠龙记会有吃苦耐劳是小龙 左拥右抱苏有鹏之说 原来小龙饰演的小张无忌 经历太坎坷了 在冰火岛度过十年的快乐童年时光后 无忌怀揣着美好的梦想 跟随父母回归中途 不料刚上岸 就遇到了麻烦 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为了得到金毛狮王谢迅和屠龙刀的下落 咄咄逼人 本来因素素和张翠山一唱一贺 已经让他们相信谢迅于多年前暴毙了 怎料童言无忌 天真的无忌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今天所说的话 接下来会给一家人和整个武当带来多大的麻烦 这天他和父母乘坐马车 在师伯师叔们的陪伴下 正高高兴兴地赶往武当 想去拜见师公张三丰 不料半路被人劫走 先是在黑暗的牢房里 挨了未来老婆赵敏的三个响巴掌 不许你说我是坏人 你就是坏人 坏人 坏人 我讨厌你 接着 由于不肯说出谢迅的下落 又被玄冥二老打成了黑眼圈 从此饱受折磨 每天在阴寒痛苦中苦苦煎熬 直到张三丰百岁受淡这天 无忌才重见天日 可是接下来 他马上又要用自己重伤未遇的阴寒之躯 承受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巨大心理之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